教会不是来参观的是来 所以我们掌声归荣耀要更积极更努力的好不好 一二三我们来荣耀耶和华上帝我们拍手 谢谢祝赞美祂 转向你旁边人看着祂的眼睛 然后对祂笑然后跟祂说看到你真好 转向另外一个刚才你没有看的 跟祂说看到你越来越可爱了 教会真的就是像家一样 Amen 今天我们不只是有我们生命之光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在英文部的我们的算是长老吗 不敢讲他们是长老 因为他们一听到老就会有一点 为什么讲我老 不过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 Stepping Out Ministries的弟兄姐妹好不好 你们的掌声今天真的有一点弱 你知不知道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要真正的精力突破 Amen 为什么我们要突破吗 因为神好爱我们 神因为爱我们 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突破 Amen 我曾经听詹牧师每次讲说 你要大变 你要变大变还是变小变 他说为什么大变小变 因为你要有大的变化 还是要有小的变化 就看你的决定 Amen 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好不好 我们带着一种期待 一起讲期待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期待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在等东西发生 我们有时候会忘掉 原来神要我们的灵参与 配搭 我们才能够得到突破 Amen 让我们一起继续手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再次的谢谢你 圣灵我们欢迎你 主你在这里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把一切的疲累 从我们的身上挪掉 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主啊我们让我们的心 能够完全的敞开 来领受你的话语 今天求你的灵 大大的恩高 在我们的身上 好让我们真听到 你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求一起讲 Amen 刚才我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在敬拜 我就有听到有一些的姐妹 吴一昆姐妹 她刚才来到前面 她说敬拜的时候 你知道神要在我们 在我们的教会行大事 Amen 你知道刚才在敬拜 她说她看到前面 有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不是用crystal 不是用钻石 是用这个concrete做出来的 然后神透过 圣灵透过 祂让我们明白说什么呢 我们的根基已经做好了 后来她说 当那首歌结束的时候 那个光来的时候 她说她看到草原 她看到这个harvest field 我觉得今天很match 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然后我要上来的时候 concrete姐妹跟我讲 她看到一个石头 要压下来 然后她第一句话就讲说 你知道吗 Chris 今天不是单靠 你能够做的 不是靠你的恩赐 你知道我跟她讲 我还没有上来 神给我一句话 就是在撒加利亚 第四章第六节 她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所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阿们 你知道我们所讲的 就是当圣灵在带领的时候 当圣灵在启示的时候 是一致的 阿们 我们都有同样一个圣灵 不是有两个圣灵 不是有两间教会 就有两间圣灵 不是的 原来同一个圣灵 今天要我们得到 一样的突破 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突破 我们今天要突破很多东西 我们可能在学校要突破 在家里要突破 在我们的公司要突破 可是今天让我们明白 我们真正要突破的 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突破 阿们 你知道在这七堂课里面 或者是整个讲到的系列 我们讲到什么 我们讲到很多 我们透过圣经人物 讲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 看到 当我第一次上讲台 来讲这个突破系列的时候 我本来是要用另外一个经文 后来每一次上来的时候 上帝要改变一下 我透过大卫的生命 我讲到 从试炼当中 我们能够得胜 阿们 第二呢 我们看到 正如牧师在这里 用哈巴古书 讲我们可以从狗熊 变成英雄 然后我们有 Joseph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他生命的见证 然后他透过保罗的生命 讲从失败能够得到成功 然后文奇传道就在这里讲 透过积淀的故事 我们看到从 对不起 从John的讲道 他讲到积淀 从受害者变成得胜者 然后文奇传道就讲 从混乱的当中 他的主题本来是 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一篇道 后来我本来改掉了 我说这篇道主题不可以讲 是很乱的 不然我们只记得那个混乱的 不过我们知道 参孙的生命虽然很乱 可是能够得到释放 彼得的生命有破碎 能够得到完全 这也是Niklas 他不只是分享彼得 他也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 然后呢 上个礼拜 我们再次的鼓励 David传道好不好 分享一篇非常好的道 讲到谁呢 Naemi Naemi从忧伤当中 能够得到喜乐 然后我在预备的当中 我很想做一个总结 在总结的当中 我就问我自己 听了七堂的道 我有没有突破 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 听了七堂道 你在哪里突破了 或者是每一堂你都在等 讲完了没有 反正讲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如果今天你坐在那里 一直在看人家突破 你自己没有突破 那就有问题了 Amen 问一下你旁边的人 你说你突破多少了 还是你只是破而已 你的衣服可以破 可是你的生命不要破 让神来破碎 好让你能够成长 Amen 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我在带领青少年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好多人想要突破 好多人没有突破 为什么 其中在想的时候 我发现到最大阻拦我们的 就是我们害怕改变 我们害怕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们害怕改变我们的做法 我们害怕改变我们的习惯 所以我们的害怕 阻拦我们能够前进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你的心态影响你的状态 你的状态会影响你一生的成败 你的成功失败在于 你怎么看待神 怎么看待祂的话语 如果你真知道 这是神在跟你说话 你的回应该是不一样的 Amen 如果你真知道说 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 两三个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灵就在中间 你的回应会不一样 可是今天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困难的当中 在我们的害怕的当中 我们带着一种疑惑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说 什么是最可悲的 比不信耶稣还可悲 就是信了耶稣 活着一个生命 很像不相信主一样 就是你认识耶稣 可是你每一天 你的决定 你的想法 你所活出来的 就好像神不在你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悲的 为什么人会这样活着呢 因为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虽然相信 你只信一半而已 圣经从来没有讲说 你信一半能够进天堂 因为完全认识神 是一个关系来的 你不能够结婚结一半 有没有这里 有没有结婚结一半的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二 你可以结婚 然后星期三 星期四 你是单身的 有没有这样的婚姻 有没有 年轻人如果今天 有男的去找你 然后跟你求婚 跟你讲说 我可不可以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跟你在一起 然后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我去跟别人在一起 你会嫁给他吗 不会的 希望你会讲不会 今天我们要知道 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这样的 exclusive 是跟他的那个关系 好像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是完完全全地献给他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可是今天什么东西 让我们有疑惑呢 是因为可能 我们已经来教会很久了 然后我们一直觉得说 总是一样的 总是不能够放下 就很像今天 如果我问 请问华为电话好用吗 只有两三个对不对 请问iPhone电话好用吗 你看 所以很明显的 用华为的人就讲好 用iPhone的人就讲iPhone好 对不对 可是今天那些 从iPhone跳过去 华为的跳船 然后你就问他 他会跟你讲什么 温奇会跟你讲说 走出光明 然后拍照 走出光明 还是走进黑暗 是吗 然后你知道 他们的影响力很强 因为他们是带我的女儿的 我女儿有一天回来跟我讲说 Daddy 我觉得iPhone不好 我想买华为 哇 所以你看 所以组长很重要 跟你旁边说组长很重要 对了 我们全家人都在用iPhone 我转过来看说 你要做叛徒吗 可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完全的就是不听他 因为温奇是一个好朋友 所以当他讲华为 我说华为怎么好 可是当我听到他讲的一些的 所有可以做的东西 我说iPhone不可以做吗 这个不可以呢 他说 我的华为啊 可以去教会 control aircon 这个iPhone不可以 你知道每一次 我听到人家讲他的东西 比较好的时候 当然你会带着一种 半信半疑 对不对 以前我第一次还没有买iPhone的时候 人家介绍我买Samsung Omnia 哇 我第一次 因为我是不花太多钱 最好是50块可以买 电话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那个plan 可以刚刚好换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所以我第一次买Samsung Omnia 是因为伟强传道 他的传福音很厉害 他叫人家买东西也很厉害 他跟我讲 哇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我就说真的这样好吗 他说这种叫做smartphone 那早期出来 他说smart的人用的phone 就是叫smartphone 很聪明的 所以 这个电话 有一个笔的 你可以嘟嘟嘟 我就听他 我那一次 我就买了Samsung Omnia 不到一个星期 我就想卖掉它 因为我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嘟到那个笔 我就想嘟 丢掉 我很讨厌 因为 它的那个screen 以前的screen 你嘟来嘟去 都不会动的 不到一个星期 我从Samsung 换去iPhone 就从来没有 回到Samsung了 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一个事情 就是 如果你没有经历 一些的东西 你可能 不能够讲太多 Amen 没有吃过榴莲的人 不要批评榴莲不好 所以 没有经历圣灵充满 没有经历神的人 没有真正明白 神的道的人 很难去批评的 因为他完全不明白 我们所经历的 Amen 没有看到神迹 你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有真的 我从来 当你亲自见到的时候 我女儿在她九岁的时候 为她祷告 我每次都跟她讲说 神能够神迹般的 医治你 她说好 她相信 单纯的相信 可是 我每次为她祷告 都没有马上得医治 所以有一次 我还记得 Chloe 她有一个奥瑟 这个奥瑟很痛 我一动到她嘴巴 要查药 她都觉得痛 然后我说 不用紧 你敢敢来 我拿你的手 按在她的奥瑟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这个疼痛拿掉 然后 她讲 一把那个手指拿掉 她说 她的疼痛完全不见掉 她可以这样动 我说奥瑟还在吗 她说奥瑟有一点变小 可是还在 可是痛 完全的不见掉 她说 那个是她生命的一个经历 因为她经历到神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没有经历神 那我们在浪费时间 因为每一分钟 你都在经历神 每一分钟 神都在向你讲话 今天我要请求大家 我们能够突破 主拦你突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疑惑 所以我们今天 要从疑惑当中 得到突破 跟你旁边说 你要从疑惑到突破 保罗说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得到 都是恍然的 原来如果今天 耶稣基督 不是救主的话 这样今天 我在浪费时间 你在浪费时间 我们在做的事 都是恍然的 可是如果今天 耶稣基督 的确实在是这样 三天后复活起来 他给我们的救恩 是确实的 而且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能够经历那个神迹 经历永恒 是真实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同样的 进到地狱的永恒 也是一个真实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你的观点 今天要成为你的护照 而不是你的监牢 今天我想到 要怎么帮助我们 脱离我们的疑惑 我就想到多玛 一直讲多玛 你知道在圣经 多玛这个人物 他只讲几句才 我发现他讲的话 都在约翰福音 都在约翰福音 只有三个故事而已 第一次就是 当拉撒路死的时候 而且多玛的 多玛的名称 其实叫做迪西玛 就是双的意思 那除了他在 拉撒路死掉 他说我们一起 跟你去死吧 他只讲了一句话 你去查考一下 就是他愿意 跟随耶稣自死 可是呢 他最后两段的故事 都让我们看到 原来多玛是一个 问题人物来的 问一下你旁边 你是不是问题人物 你们有没有一些朋友 他们很喜欢问问题的 他们什么都问问题的 可是呢 我很讨厌 有两种人问问题 一种人问问题 我很喜欢 就是他们真的要找答案 另外一种人问问题 你还没有跟他讲答案 他在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很讨厌 因为他们只想问问题而已 可是我觉得问问题 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不想去追踪答案 这个才是问题 多玛 他在第二次 跟耶稣碰面的时候 或者是不是碰面 他在出现 他的故事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13 讲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要去为你们 预备好地方 对吗 然后他说我要走了 然后多玛讲什么 他说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然后我们怎么走呢 他很单纯的在问问题 可是我发现到 多玛问问题的时候 他心里面 带着一种期待 想要知道更多 所以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他被人称什么呢 称他是一个疑惑的使徒 可是如果你真正去明白 多玛的故事 你会发现到 是的 他有疑惑 可是疑惑不代表 没有信心 阿们 所以跟你旁边说 有疑惑 不代表你跌倒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故事 好不好 一二三起 那十二个门徒 中有称为迪士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 一起讲没有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他没有来聚会 你知道吗 该来的时候他不来 就是说 所有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有来聚会 你会发现到 有时候你们 miss掉一些主日的聚会 你就miss掉 神要做新事的时候 你知道他miss掉什么 他miss掉 那个耶稣 把圣灵吹给门徒的 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多玛不在 他没有 我们再读下去 第二十五节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手指头 伸入那钉痕 又用手伸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我们再读下去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伸入我的肋旁 不要 总要 再来 不要 总要 他们说要读三次 你才记得 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不要 疑惑 总要 信 原来多玛 多玛当他看到主的时候 他开始信 他说什么呢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你知道在圣经 很少很少记载说 耶稣称为是 神 所以很多回教徒说 圣经都没有讲啊 可是在这节经文 多玛对主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要知道 当你经历神的时候 你的突破会大到一个阶段 你的生命的见证 会成为福音的种子 阿们 跟你旁边说 你生命的见证 就是福音的种子 可是耶稣说什么 他说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 就信的 变为有福了 所以今天三方面 第一 我们要坦白 对付我们的疑惑 疑惑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出答案来 所以多玛 他说 如果没有看到 耶稣 他有钉横的手 如果没有碰到 他的肋骨 我不会相信 可是他见证的时候 他的整个生命 就突破了 你知道 有人曾经这样讲 他说 一个相信了的怀疑者 a convinced skeptic is a great evangelist 一个相信了的怀疑者 是最好的传道人 是最坚信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发现到 而且很多的见证 如果你们曾经看过 去年 有一个人叫做 拿比勒 拿比勒 有没有读过他的见证呢 会不会说一下 读过他的见证呢 我曾经在这里讲过 拿比勒 他是 Ravi Zechariah's International Ministry 其中一个护教学者 然后也是一个辩论的 很厉害传道的 他以前是回教徒 他的故事是什么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会去找基督徒 然后跟他们辩论 然后跟他说 你知道你的圣经 是有超过很多次的 是骗人的 然后他挑战基督徒 然后每一次 跟基督徒挑战 都没有基督徒 能够讲赢他 所以他是不信神的 他是回教徒 可是呢 碰到一个朋友 叫做David Wood David Wood是一个 护教学的学者 而且是一个宣教士 跟他同房 然后同房的当中 他同样的挑战 这个David Wood David Wood 就给他一大堆的资料 挑战回他 就在那一天 他们成为好朋友 一个是回教徒 一个是基督徒 在一年多的 整个辩论的当中 终于 这个回教徒 成为了基督徒 他一成为基督徒 我跟你讲 完全不一样 他就开始传道 他开始写书 他在那几年的当中 他带领好多回教徒 信了耶稣 然后在呼叫的当中 他甚至抵挡了 好多所谓的 回教极端的分子 曾经在一个步道的当中 或者不是步道 他去到一个 在美国有一个州 他们有一个阿拉伯的 这个节日 阿拉伯节日的 都是回教徒 对不对 他们特别找这些的节日 去那边跟他们辩论 然后跟他们讲福音 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 Security God来 拉他们 然后去打他们 他们video整个过程 后来他们被charge 被charge了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video 放上网 放上网了之后呢 这个所谓的 mayor 在那个区的mayor 后来要跟他们道歉 因为他们没有做错 你知道他的生命 就是这样 所谓的 有一点像极端 对不对 为什么他会这样极端呢 我跟你讲 因为他看到主 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他见证到神的荣耀 哈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在讲 他们好极端 他们好极端 可能你要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你没有这样极端 为什么我会这样软弱 为什么我会这样冷淡呢 为什么我的火 没有像他烧到这样大呢 你要问一下自己 是否你生命带着疑惑 带着疑惑 不是不好 是你要去追踪 找到答案 跟你朋友说要找答案 所以我再说 有疑问 不是问题 不要积极寻找答案 才是问题 上个礼拜 我们的David传道 跟我们讲 一个很famous的code The problem is not the problem Until you It's the way you see your problem That's the problem 所以我就马上看到 我叫那些要减肥的人 他们就看到他的肚子 他说 The problem is not the problem It's the way you look at the problem That's the problem 我在想 这个code要改一下 因为如果放在错的背景 就可以断章取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The problem is not the question Your question不是 problem 真的是要找到答案 你要找到答案 不要只是问问题 要寻找答案 今天很多人不能够突破 是因为他们在 悔改的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到 你在悔改 来到神面前 其实是在害怕 而不是在领受 跟你朋友说要领受 不是害怕 Timothy Keller 牧师他说什么呢 他说有两种悔改 一种悔改是 宗教式的悔改 一种是福音式的悔改 宗教式的悔改 是害怕罪的后果 所以你犯罪了 所以你很害怕 这个后果 所以你就悔改 宗教式的悔改 是自私的 宗教式的悔改 是在赚取神 能够饶恕你 可是福音式的悔改 不一样 福音式的悔改 是害怕不尊容神 因为你得罪了神 你觉得你让神伤心 福音式的悔改 是以神为中心的 不是自私的 福音式的悔改 是来领受神的饶恕 不是来赚取神的饶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正的悔改 我们就要走在 神的恩典的当中 第二 我们要真正的经历神 跟你朋友说 你要真正的经历神 多玛经历神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主 我的神 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 主你就是神 今天我们的生命 如果没有来到这个地步 那可能我们只是 做做礼拜而已 你知道今天 我为什么会叫 我的朋友来吗 因为我知道说 我读到多玛的时候 我说多玛 他听到很多人的见证 听到他们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甚至知道 他们不会撒谎的 可是他仍然不相信 直到耶稣出现 所以我在第一堂到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讲说 你知道我第一堂到 在这里讲到 蛮多的时候 我说那一天 如果你没有听那篇道 我三马拉一下 就是那一天 不懂为什么 我在一周里面 有八通电话打给我 跟我讲 蛮多已经进了医院 不是蛮多 对不起 蛮多已经进了医院 然后呢 那八通电话 一直在找我 都不认识他的 我就觉得奇怪 去到ICU的时候 发现到他的脸是肿的 然后他在machine 在帮助他的heart 在beat 他已经不能够 自己呼吸了 他的肾已经 已经要用那个机器来运作了 他躺在那边 已经unconscious 没有在 不能够听到人家讲话 去到医院的时候 问护士 他能够听到我讲话吗 那护士讲 不可以 不过我仍然宣告 因为上帝给我 诗篇 二十三篇 然后我就宣告 我说 蛮多 You must listen to me Even though you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 You shall fear no evil Because the Lord's rock and stuff is with you They will comfort you 然后我在那边 跟他讲话 他完全没有反应 只有他的身体 突然间有 动了一下 然后我就想 不懂是机器 还是 他真的有反应 可是你知道吗 多两个星期 他眼睛开了 多几个星期 他的心开始 自己跳了 多几个星期 他的身的机器 就放下来 他今天在我们中间 这个是一个神迹 为什么叫他来 我要大家 见证神的大能 所以我邀请他 来分享几句 从他的angler 到底发生什么事 祝你来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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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tanding now Praise and glory and honour to our Lord Okay All right I think that just now Chris has talked about it That what I'm going through What happened actually is that Two months ago I have this I've undergone this hard bypass All right My A lot of my authorities are now working They are all blocked And So I'm in NUH The professor have So I've Undertook the operation for me But even the operation is successful He tell my wife He tell all the people there That my survival rate is only 20%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All my other organs start to fail And in fact That's what Chris has said earlier I have to depend on a lot of machines A lot a lot of machines The heart machines The lung machines The dialysis And in fact all the tubes are into me Better to feed me with oxygens Or feed me with the food All are by machines So much so that All the medical team is saying to my Wife and to my family members And all my friends That I may depend on machine I'll be back ridden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Or even two years So they They have They have prepared my Wife and All my family members But I thank God God is different God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things And I thank God for The COS Why Anxiety can bring Anxiety As in Proverbs It's said before Whether it's anxiety Whether it's fear Whether it's I think you are worried about Can bring a man's heart down I've just undergone a heart bypass My heart is already down But a good word Just one good word Jesus our Lord And our COS You are praying for me You all have Reject all the All the bad All the negative report You are by faith Looking 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author And the perfecter of our faith And you all pray I thank God God answer prayer It's not Two weeks Or weeks In fact Surprisingly By days Two three days East machine is Remove Because my Organ start to function The doctor is saying Oh This depends on the Will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patients I say no I'm sleeping I'm unconscious What will can I have What response can I make I make nothing It's a prayer That our God answer prayer When we cry To our Lord We are worthy Of all praise He will reach us From heavens He will reach us From on high And His hand We reach all the way To me And in fact He hold me And pulled me out Of the deep waters My organs start to Function One by one And to a surprise Less than Less than a week or two I depend No more on machine And in fact I start to have Light diets I start to take Even the light diets I only take a few days In fact The dietitian said I can take even Solid food The progress Is beyond my Own ability It's really beyond My ability Because I remember Once as once When I'm already Awake I'm alive I made my Conscious clear Clear in the sense That I know I can talk I can see Thing around me I can communicate With my Family members And people around me But I still Lying on the bed And then That day My wife Talked to me I don't know Whether she Talked to me Or not But I know This come to me Because It's like The voice of my Wife saying That Hey I'm gonna lie Down like that In the bed Or I'm gonna walk And stand Like a man During then The day In the day Times Even when She said that I did not Respond much Because I just Simply Can't even Think properly I just lie Down there But that night That night Something happened Because I saw A very bright Figels And he said To me Just one word One word That's what I'm saying One word Make the heart Glad He said Restore And it made me All together Different Because Initially I thought I'm awake I'm okay You know But when This word Restore Come to me It gives me All together Different thinking And it reminds me What my wife said I'm gonna lie down And just sleep Like that Think that I'm alive Or I'm gonna one day Walk and stand Like what I'm doing now That night I made a difference And in fact That night onward I told the nurse Get the physio For me The physiotherapy For me I want to stand up I want to walk I want to be different I can't depend on my wife To come every day Visit me I'm just feeling on tubes And feeling on food I can't And from then on A lot of changes Take place One by one The Lord To cut short Because The Lord already make All the You know Whether the nurse Themself Or the doctor In fact He just enabled them To help me To walk Just Code one example Because that day When the Physiotherapist Come to me She looked at me She said I see a lot A lot A lot A lot Tube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he looked at me He said Oh Today you cannot walk You cannot even sit You cannot even stand I just let you sit On the bed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t I'm gonna That's not what I want Sit on the bed It's not all That I want And in fact When she tried To make me sit On the bed I realized I'm like jelly I fall back I said I'm not that bad I'm not that weak But at the moment The doctor One of the doctors The head of the unit Ding then Come over And he asked me How are you Mr.Chan I said I want to sit up On the chair Then immediately He said to the Physio Yes Make him sit on the chair What the physios Surprise All the tips with me And how to sit on the chair But because the doctor Say so On that day They really let me Sit on the chair And I sit on the chair For five hours It made me feel Different all together From then on I want to sit up I want to stand up I want to walk again And I thank God For all this In fact all this Is all to the glory Of God Nothing of my effort In fact the whole thing Didn't come to conscious Come to senses Is all the Lord Made into me No speak to me I thank God for this Glory to God And honour Hallelujah 谢谢 我们把更大的掌声 归荣耀给神 好不好 只有神 能够做到 Amen 人做不到的 他自己要走 要动 不能够 我要帮助他 也不能够 我没有能力 可是我们那一天 我回来的时候 我带着一种期待 这个期待是说 你知道那天我们说 主啊 你让蛮多依靠的 不是机器 是依靠耶和华上帝 Amen 我记得我宣告 那一句话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 天国儿童施工 因为那一天 9月16号 我们一起聚集 祷告的时候 所有的老师 为着蛮多的生命 期待 祷告 我说我的朋友 可能 因为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那一天 他的brother in law 他们还在 他的姐姐 妹妹 sorry 他的 sister okay sister 我的姐姐 我妹妹 我不懂 不过 妹妹 我在外面 记得吗 我们在聊的时候 然后你跟我说 医生讲 可能他的命 就这样 结束了 然后我们也说 可能 蛮多也ready 要回天家了 我们都ready anytime 可是呢 最后 我们的祷告就是说 主 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的心意就是 你要达成 你的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们 在那边祷告 我记得 我说 主啊 让你 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吧 让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真的不懂 因为有时候 我们祷告 也是有人回天家 我不是神 我没有能力 可是呢 主 有他的旨意 跟大能 蛮多经历 这个神迹 其实是震撼了 我们很多人 在祷告的当中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生命的 的复原 的康复 要提醒你 在哪一方面 在你的家庭 已经死掉了 在哪一方面 神要让他复活起来 Amen 你可能觉得 你现在面对的问题 是极大的 可是神要跟你说 能够复原起来 能够康复起来 能够回转起来 你的家庭 可能破碎到一个地步 你都不想回家 神要跟你说 你要复活起来 因为我在 所以今天我要在结束的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重要的信息 就是多么到最后 你知道多么到最后 他听从神的旨意 是等候圣灵 感谢神 当耶稣基督 吹圣灵来的时候 他不在 可是他后来 在耶稣 还没有升天的时候 他在 因为《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多么 他完全降服于神 所以最后 神拆派他去到印度 我在研究这个 考察这个资料的当中 我知道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声音 多么 就是很疑惑 对不对 原来他的资料 有很多人带出很多的疑惑 可是我相信什么 最后考古学家 找到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 他最后真的去到印度 有传统说 他们在抽签的当中 他抽到去 派去印度 耶稣拆他去到印度 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 他带领了 七间教会 他兴起七间教会 而且在早期 在印度这个地方 就有基督徒了 全教师还没去到那边 他们就有一个传统 就有很多人 相信耶稣了 叙利亚的基督徒 叙利亚文跟阿拉姆文 是非常相同的 以前耶稣讲的语言 就是阿拉姆文 叙利亚基督徒 是在早期很多 把圣经翻译成叙利亚 记得我跟 Constant去 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找到 一个叙利亚的圣经 我跟你讲 当你去找这些 考古学家找到的资料 不是说 这个历史不好 这是因为有些历史 真的有点怪怪的 不过 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呢 多玛 从疑惑到突破 到最后 他传福音 他愿意殉道 为什么 因为他真正 真正 见证到神 蛮多躺在医院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看到一个白色的 一个人物 我相信就是耶稣 然后有些人当然说 你要死的时候 你会幻想很多的东西 Hallucination 每一次在教会 讲真理的时候 外面就有很多人 跟你讲歪理 你要听谁的 你自己做选择 在最后 就是要让大家明白 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 是因为我们需要 圣灵带领我们 所以今天我要 让大家经历神 经历神的充满 莫迪曾经讲了这句话 他说 The world has yet to see What God can do with a man fully consecrated to him And by God's help I will be that man 他说 这世界还没有看到 神能怎么使用 一个完全被分别为圣的人 透过神的帮助 我要成为那个人 你知道他带领 多少人信耶稣吗 一百万 一百万人 他带领一百万人 信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 上帝能够使用的器皿 他论我们自己的教育 Primary 5就fail了 很早期卖鞋 后来主日鞋 在天国儿童那种环境 教导孩子福音 后来让神大大的使用 你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被圣灵充满 他在步道的每一个步道 他都讲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很烦 他说 牧师为什么你每次讲 要被圣灵充满 他说 因为我会漏 然后发现到 感谢神 如果一个 完全被上帝使用 带领一百万人的 步道家 他都会说 有时候我会软弱 有时候我会漏气 有时候我会漏风 我需要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我 然后我就可以跟神说 主啊 如果你可以使用目的 你可以使用我 可以使用你 教会要复兴 你要付出代价 你要懂得真正的降服 与圣灵的带领 所以今天 我要让你 能够经历神的充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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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